很多人家里面可能会摆个盐灯啊 就是那个长得像一个岩石 然后呢会发亮的那个灯啊 这个灯呢据说要一直开的 不能关灯了 关灯之后它会慢慢就不见了 有盐灯可以释放分多金啊 就是市场小贩的说法 说你放了盐灯 你就不用再去做什么森林浴了 还可以避邪呢 但是学者说盐灯散发出来的 其实是负离子 那可不等于是森林里面那个分多金哦 盐灯主要的功能呢 是除湿以及分解那个异味 避邪的功能就是没有人敢讲的 而且盐灯因为你要长时间开就不能关 像这种市场上面卖的电灯啊 电线啊 如果没有经过检验 一不小心别搞得电线走火了 传统市场上这一摊 桌上摆的都是粉红色的盐灯 老板三寸不烂之舌猛推销 大概三公斤左右 它用寸的 550给你 有小一点的 还是你要小一点的 骑车脚踏车的阿伯越听越撸迷 抽口袋掏钱 老板眼见顾客上门越讲越有劲 还说这颜德连树木释放的分多金 都能搞定 它算盐灯 盐灯 对 喜马拉雅山的盐灯 你不一组 单一个鞋子 但它这个是说它 可以散发这个水分 不是要去森林里面散步有没有 就是吸收它那个 分多金 它可以消除疲劳 它这算是有能量的 对啊 因为它本身太避邪 这颜登也太神奇了吧 嘴跟就底老板的话术 打的是迷糊仗 因为分多金指的是树木散发所有物质的总称 而颜登会释放的叫做负离子 只是分多金的其中一项物质 两者不能画上等号 而且这种市场卖的颜登 还有另一种危险 降低成本 当然会拿比较差的电线 那可是因为颜登 它必须要24小时点着 所以说颜登的电线是很重要的 原来颜登必须一直吃电 才能除湿除臭 只是这种市场卖的 不管是灯具还是电线 很多都没通过检验 一旦过热 恐怕就会酿成大火 记者王成为阿公亚卖高娃 小黄佩华台北报道